美国总统拜登9月14日致电英国新国王查理三世 表明希望继续维持紧密关系 这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八日辞世 查理十日正式继位以来 拜登首度与查理通话 拜登希望维持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 并表达美国民众对女王的敬佩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新数据 美国的儿童贫困率在2021年下降了46% 这主要是通过扩大儿童税收抵免来实现的历史最低水平 数据显示 2021年有5.2%的儿童处于贫困状态 比前一年的9.2%大幅下降 此标准考虑了非现金福利 如住房补贴、税收减免和联邦营养援助 该部门将贫困率大幅下降 归因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 通过美国救援计划将6岁以下儿童的税收抵免 从2000美元提高到3600美元 6至17岁儿童的税收抵免提高到3000美元 人口普查官员估计 税收抵免在2021年使530万人摆脱了贫困 包括290万儿童 这些儿童中有100万是6岁以下的儿童 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9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住房贷款平均利率自2008年以来首次升至6%以上 不断上升的抵押贷款利率正在给美国房地产行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据该协会表示衡量抵押贷款申请量的市场综合指数较一周前下降了1.2% 较一年前下降了64.0% 7月份新房销售暴跌至6年半来的最低点 而房屋转售和独户住宅开工数也处于两年来的最低点 据美国经济学家分析 美联储预计将继续积极提高借贷成本以抑制高通胀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9月14日的报道 近年来纽约市的无家可归者人数激增 达1930年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距离纽约时报广场仅两个街区的地方 有不少无家可归者睡在人行道上 周围散落着垃圾、不结食物和污物 纽约曼哈顿下城非盈利组织包离救济所援引联邦机构数据表示 近年来纽约市的无家可归者人数激增至8万人 另据纽约市无家可归服务部官网数据 9月11日当天 有55,338人睡在城市收容所 其中包括18,000多名儿童 据NBC9月13日报道 加州州长纽森宣布了公共图书馆投资计划 其中包含一项为K2-12学生和成年人提供教育资源的新举措 每位加州人都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获得免费的在线指导 这个名为Help Now的试点项目 为学生提供数学和语言艺术方面的帮助 包括英语和西班牙语 其他K2-12核心科目可能在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之间提供 语言包括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粤语、越南语等 上课没有年龄限制 成年人还可以获得写作帮助、公民资源等其他工具 州立图书馆的计划网页称 所有参加这项计划的辅导员都通过了背景调查 并至少拥有学士学位 根据州长的声明 他们还熟悉州的课程和标准 相关科业资源可以在全州1130个地方图书馆 网站和纽森声明中提到的链接上获得 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州的反工作战相当顺利 尤其从俄罗斯军队手中夺回战略要地19亩更是意义重大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9月14日特别前往探视 并参与当地的升旗典礼 之后在媒体面前发表公开讲话 再次提出收复克里米亚班岛的决心 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 乌克兰在9月4日发起哈尔科夫方向的反工作战 到了12日 重新回到乌克兰控制的面积超过6000平方公里 其中包括战略重镇19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